原标题 美军阵亡士兵一双特朗普安慰电话让我哭得更伤心 被特朗普一番安慰电话惹哭的美军阵亡战士一双周一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特朗普让他哭得更加伤心 他甚至叫不出自己丈夫的名字 美国陆军中士约翰逊·拉·David Johnson 本月初在尼日尔遭伏极阵亡 17日特朗普致电他的一双梅西亚 Miasha Johnson表示慰问由此引发的争议近日不断发酵 之前民主党议员威尔森 Frederick Wilson称 他和梅西亚的母亲都听到了他们通话的内容 他谴责称特朗普的慰问电话惹哭了梅西亚 他甚至连约翰逊的名字都不知道 特朗普对于这样的指责予以了否认 然而梅西亚周一首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确认了 威尔森的说法 他说威尔森是他们的老朋友 当特朗普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威尔森正和他在一起通过面提听到了通话的全部内容 总统说他约翰逊知道作为军人会有时要情况发生 但无论怎样这样说很伤人 梅西亚说他唯一想起我丈夫名字的时候是他告诉我 有关我丈夫的报告证放在他的面前 这时他才说出了我老公的名字 大卫 对于梅西亚的这一说法 特朗普立刻在推特上予以了否认 他写道 我和大卫约翰逊的一双谈话非常恭敬 一开始我就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他的名字 但梅西亚却有不同的说法 他在采访中说 我听到他努力地要想起我丈夫的名字 这是最让我受伤的地方 我丈夫在外卫国家而战 把自己的生命附上为时 妖你就不能记住他的名字呢 他让我不安 哭再更伤心 是因为我丈夫是位纳妖非常优秀的士兵 10月4日 约翰逊所在的12人巡逻小队 在尼日尔与玛里交界的村庄 与当地部族首领会面 会面后 巡逻小队在返回停车地点途中 遭到50名与伊斯兰国IS 相关的武装分子偷袭 混乱中约翰逊与大部队失散 两天后尼日尔军队发现了约翰逊的尸体 包括约翰逊在内 共有4名美军士兵在此次行动中死亡 梅西亚还抱怨说 他对于丈夫之词的相关信息自知甚少 甚至未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 他们一个指头都不让我看 梅西亚说 在汉特朗普通话的过程中 他一句话都没说 但说通话结束后 我非常不安 感到很受伤 这通电话让我哭得更伤心了 再被问到他 现在有时要想汉特朗普说的 梅西亚说 我对他没时要可说的 此外 共和党参议员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主 习迈凯恩周一表示 议员们都想知道尼日尔伏吉事件的答案 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我们不应该为一位卫国军区的英勇士兵而争吵 除非吸取经验教训 否则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就能得了解更多的信息 我们不应该来找一位卫国军事件 我们不应该就知道尼日尔伎 并不应该去看 饮于特朗普尔的理性的 而且把他长得更多的信息 没必要 能给你 感谢观看